我们的古人写书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喜欢开宗明义 第一句话或者说第一章节 都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和主旨 比如《道德经》的第一章就非常的关键 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死 有明万物之母 这句话基本上奠定了老子这本书的基本论调 说明了万物的起源和万物的本质 这两句话一下子就为道家思想划定了基础和边界 再比如《孙子兵法》的一开篇就说 兵者国之大事 生死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第一句话就把这本书的基调定下来了 兵者就是战争 兵士或者说兵法 是国家的大事 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 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这第一句话就奠定了这本书的高度 这是一本关于国家兴亡的书 再比如大学的第一句话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于至善 第一句话就提出了儒家思想最高的价值追求 那就是至善 那中庸的第一句话讲了什么呢 中庸说 天命自为信 率性自为道 修道自为教 这句话可能是中庸里面背景 用和传颂比较多的一句话 那今天我们就从这句话讲起 这句话一共15个字 可以说是整部中庸思想的精髓 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核心思想之一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人的自然秉性被称之为天命或者说本性 这种本性是上天赋予的 而不是人为设定的 引导并且规范事物向着本性发展变化称之为道 也就是通往本性的路径称之为道 按照道的原则修养自身称之为教 这句话实际上说出了万物的本质和天性 同时也说明了人通往本性的方法和路径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 天命率性和修道 简单来说中庸人一开篇就告诉我们 中庸思想不是一种人为的规范 而是一种天命或者说天性 不是一种可能性 而是一种必然性 这为中庸思想奠定了基础 或者说是基本的出发点 自然法则来自于天命 类似于上天的一种命令 我们古人认为天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性的存在 它主导万物 天也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 它包容万物 比如我们通常说这是上天的安排 这是天意或者说天命天理 古人尤其是儒家思想认为 上天是万物的主导者 也是万物的缔造者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也有很多关于天的概念 比如天子天下天命天书天性等等 介绍了天命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率性 中庸里面说 率性自为道 也就是说顺着事物的本性 或者说顺应天命 就是得道了 这里的道是道路的道 当然也是一种隐喻 也是通向天命和本性的一种道路 这里的率性就是指统领和规范 人的自然本性 这里的率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来理解 那就是成 这里我们稍稍展开一下 来聊聊这个成字 率性和成其实是类似的意思 成这个字在中庸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后面我们会讲到 成字在这本书里面 一共出现了25次之多 在第二十篇里面说 成者天之道也 成之者人之道也 成者不免而终 不思而得 从容忠道 圣人也 成之者 折善而固执之之者也 意思是说 理解到成才能明白到天理或者说天道 按照成的方式为人 就是一种人道 真成既是天道的原则 又是人道的原则 但这里的成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品质 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境界 简单来说 就是率性滋味道 尊从和顺应本性就是一种成 也是一种率性 我们经常说 一个人非常的真诚 坦诚率真 没有过多的人为的修士 大概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那最后五个字 修道自为教 也就是按照道德原则来修养自身 就是教 这里的教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行为和实践 简单来说 就是按照道德原则 来为人处事 行为实践 这就是修道自为教 后面我们也会讲到 关于成就是修身的根本 儒家思想特别推崇成 它既是一种自高的道德品质 更重要的是 它是一种对天性 对天道一种领悟和实践的原则 通过成 我们才能够领悟天道 实践成 就是顺应天命或者天道 中庸里面说 自成名 为之性 自名成 为之教 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好了 今天我们简单介绍了 中庸的第一句话 天命自为性 率性自为道 修道自为教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 上天赋予了万物 本性 通向这种本性的原则 或者道路 称之为道 按照道的方式 来行为实践 称之为教 天命 本性 修道和教化 这是一套 适用于人和所有 自然万物的法则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那后面我将继续分享 中庸的更多精彩思想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小博读书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